公元332年统治中国北部的后 赵帝国皇帝时乐 在招待高聚力和语文先卑部使臣的宴会上 旧憨之余询问群臣他的生平工业 可比历史上哪位皇帝 赵国群臣纷纷阿谀奉承 众臣徐光赞颂时乐 神武筹略胜过了汉高祖刘邦 雄义着落 超过了魏武帝曹操 夏商周三代以来 无可比拟 轩辕皇帝以下 独此一人 时乐哈哈大笑 自言道 朕若遇汉高祖 当北面而是之 与韩信彭越境边争先 若遇汉光武帝 当与争雄 并屈于中原 为之鹿死谁首 大丈夫 行事当累累落落 如日月较然 终不能如曹操 司马懿父子 妻孤儿寡妇 狐媚以娶天下也 听到如此霸气十足的豪言 赵国群臣皆表现的心悦臣服 顿手高呼万岁 因为时乐当过奴隶 算是靠自己白手起家 一刀一枪打下 北中国半壁江山 无人能否认他的能力见识 因此他这番话 也成了历史上的名言 许多人以此来作为 汉高祖刘邦 汉光武帝刘秀 魏武帝曹操三人 能力高下的论据 而司马懿更因为遭到时乐这番积评 被唐太宗李世民直接写进了其传记 禁书宣帝记的总评里 顾尽明眼面 此其为已成功 时乐四言 孝奸回已定业 从此司马懿奸回已定业 狐媚以取天下之说 成为千秋定论 然而参照短短一年之后发生的变故 此事恐怕就没表面上这么简单了 就在第二年 时乐病死 他侄子中山王石虎 在第一时间发动政变 控制了政权 太子石虹痛哭流涕 苦苦哀求让位给石虎 但求保得身家性命 起料石虎霸道横满到了极致 称你如果做不了皇帝 天下自有公论 强拉着石虹即位做傀儡皇帝 自封丞相魏王大蝉鱼 总揽一切朝政 徐光和另一众臣国舅城侠都被处死 又将石乐正妻留后 石虹生母成事皇帝石虹 都囚禁于元太子宫改名的重训宫 将石乐生前的美姬车马 珍宝福育都据为己有 历经两年时间 石虎将国内反抗力量禁属镇压 包括杀死了刘太后 石虹再次请求善让皇位 石虎却不屑接受 直接就将石虹废为海洋王 自立为大兆天王 大约是不愿和曹氏司马是那样 狐媚已娶天下 走一道完整的善让程序吧 不久之后 石虹和其母成太后 以及石乐其他所有子孙 尽数被石虎斩尽杀绝 这个从奴隶到帝王的传奇皇帝 结局却是如此悲弃 其实如果仔细看过石乐生平行事 这也算是天理昭昭 报应使然 一统三国的晋武帝司马延死后 皇后贾南风乱政 司马是宗王 纷纷起兵争权 天下大乱 视为八王之乱 千居内地的一众胡人部落 趁势而起 建立了河东的匈奴汉国 巴蜀的巴底成国等政权 那时的石乐 是个出身胡族小部 杰族的少年人 向同乡汉人郭敬提议 诱骗胡人卖去冀州为奴 并冠冕堂皇说 如此一来他们 好歹还有口饭吃 不会饿死 起料机关算尽太聪明 最后石乐自己 也被汉人军阀捉去 略卖为奴 吃尽苦头 后来石乐投靠了 强盗吉桑的匪军 并在吉桑战死后 成为首领 归附于匈奴汉国 四处流窜 寇略中原 他生性狡诈 在累次生死搏杀中 不断积累用兵心得 因此在战争中 学会战争 无师自通 而成一时名将 多次大败晋朝大军 又与各方胡汉势力间 连横纵合 依次击破 各个敌手 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军阀 匈奴汉国皇帝 刘聪死后 汉国分崩离析 石乐正式起兵自立 消灭救主 建立了统治 中原地区的结兆帝国 却算得上 一个能力出众 甚至卓越的枭雄人物 而另一方面 石乐行事暴虐 涂成坑服 如家常便饭 涂刀下 鲜有幸存 其挥下结军 实为当时乱华一众葫芦中 行径最凶残 罪恶最大的一只 被称为 降成献磊 不复断别善恶 坑斩侍女 鲜有一类 如攻破夜城 杀害万余人 掠父女珍宝而去 攻克白马 坑杀百姓三千余口 攻克长陵 坑杀降族万余人 攻克太山郡 坑杀徐堪步 降族三千人 攻克广孤 坑杀曹一步 降族三万人 又任由其侄子 石虎大肆屠戮 将整个青州杀的 只剩七百个火口 留给接任次使的部下刘征 又如石乐攻略魏郡时 将那些聚首自保的 汉人村磊一一攻克 然后强掳了五万精壮百姓 为其祸害中原 攻城冲锋的炮灰 却将老弱留在磊中 任其自生命 此举被无良使家赞 卫军无私略 百姓怀之 实之为可笑 而石乐生平 最大一桩暴行 便是在宁平城之战 打垮对手后 对着数十万 已经放弃抵抗 相当如山的禁军 和随军百姓 分其为舍 斩尽杀绝 而侥幸逃脱者 亦被他的同伙 王璋 焚烧杀戮 并识其失 王延等近 朝高官在无能 这几十万 军民百姓又何辜 竟被如此肆意屠杀 行凶者石乐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又是什么 石乐和司马氏 晋朝的战争本身 造成的战场杀戮 还可勉强说是逐鹿争霸 各位其主 那么他对一众降兵 和汉人民众的血腥暴行 则证明了他只是个 罪恶滔天的乱世军阀 若说石乐曾经在晋朝治下 受过多少压迫云云 也根本不能令其罪行减少分毫 正如没有任何正常人 会因为同情连环杀人犯的 童年悲惨遭遇 而呼吁为他减刑免罪一样 石虎正是结兆军头号肖将 其人极度贪虐弑杀 石乐定都相国后 不常出兵征战 全靠石虎在外领军 因而掌握了帝国军权 当石乐培养自己儿子为储君时 石虎虽然父子封王 仍极为不满 扬言等石乐一死 便要杀光其子孙 又仆社立部尚书成侠 是太子石虹的舅父 他和成光两位重臣 多次向石乐进言 石虎生性凶悍 其父子手握重兵 将来必为太子大患 石乐却下不了决心铲除 这是因为杰人 毕竟是个人口远不及匈奴 鲜卑的杂虎小部 统治基础薄弱 一旦清洗石虎党羽 便是伤筋动骨的大损失 再也难以压制汉人 和其他胡族的反抗 石乐承受不起 为此石乐便别出心裁 借古玉金 在宴请来史时 发表了他载入史册的那番红论 一边赞颂汉高帝刘邦 自以为不在光武帝刘秀之下 一边鄙视曹操 司马懿是狐媚以取天下 以此讽欲野心勃勃的直而石虎 纵然英雄如曹梦德 司马仲达 靠其孤儿寡妇来奠定新朝 中南逃后世鸡平 千秋骂名 然而石乐生前便已不能制约石虎 令其是大难制 这种言语上的敲打 对石虎这种尸海 邪海里杀出的厮杀汉 又能有什么用处呢 石乐眼看着自己 离子暗弱 对身后是束手无解 已是无可奈何 最后几乎死于绝望 他在一诏中 祈求石虎多 想象司马仕的前车之鉴 希望他悬崖勒马 安心做自己儿子 石虹的周公霍光 何其天真 石乐竭力贬低曹操 但曹操那句不得目须名 而处石虎的大石化 实在是所有英雄 枭雄人物的共识 石虎又怎会不知 石乐生前行恶甚多 死后妻儿 更成篡位者玩偶 悬而所有子孙被杀 医生基业 为人作家 原是因果轮回 报应不爽 石虎执政下的结兆政权 变本加厉穷兵独武 残虐汉民 民族矛盾 愈将恶化 不到二十年 石虎子孙乃至 整个恶行累累的结民族 就此灭绝 却是历史真正的无情审判 石乐一生 皆与代表华夏的晋朝为敌 血仇早不可解 自然对其托多贬损之词 一些不喜欢曹操或司马氏进朝的人 因此定要将他的言论 如获至宝 奉为治理 时事早已将自己个人喜好的偏下立场 放在了民族感情之上 石乐原系匈奴汉国将军 却反叛自立 却而代之 匈奴贵胄 旧日同僚 也被他大肆杀戮 又有何脸面反去贬低曹操司马懿 是其孤儿寡妇 狐媚已去天下 以石乐被阻替一支孤君 便搅得无可奈何的那点本事 竟自称可与允冠百亡的光武帝 刘秀当并趋于中原 为之鹿死水手 足见此人 根本没有基本的自知之名 曹操生平 战术败迹不少 多为人诟病 后出师表忠 列得分明 这个大弱点 石乐亦无不同 他占据地盘 不如曹操大 对南朝的优势 远不如曹操多 曹操生前 可以让孙权名义上归顺称臣 石乐连让东晋平等通使 承认南北朝都做不到 曹操鞭挞与内 山仪群丑 于华夏民族 时有扫荡诸仪的大功 包括平定枪鲁 扫灭乌环 压制匈奴 降服鲜卑 令其在汉末乱世 不能承虚为祸 外战功绩 并不逊于大一统王朝里 任何著名帝王 西晋末年和汉末 同样是天下大乱 北方汉人群雄 再无一人 具有曹操这等才剧 方得五胡乱华 若真以曹操 收拾四仪的手段 石乐与其竞逐天下 也就是个和他顿一样 马前选手的下场 明太祖朱元璋 评价石乐 仅仅是当尽是出乱 不逢情敌 故意已成功 不过是事无英雄 趁势而起之徒 蹭茶有余 而果断不足 事已和福坚一样 未在世而足类一灭 所谓匹夫之勇 富人之人也 这才是历史 真正大成功者的 众肯评价 五胡乱华时代 司马是宗王 引狼入室 高门士族 政治腐朽 更有王骏张芳等 汉人军阀 目光短浅 行径残暴 然而这些都绝不是 石乐集团得势后 便可对汉人民众 施加暴行的理由 当一个王朝政治 腐败到极致 下层民众难以为生实 百姓当然有起兵反抗 对抗阶级压迫的权利 正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但石乐根本不是什么 真正的底层 反抗民众的代表 甚至他之所以沦为奴隶 也是企图诱骗 胡人同胞们为奴 聪明反辈聪明误 实为自作自受的结果 夜城大屠杀时 石乐正是一个 受命于汉人军阀的强盗头子 后来又去投靠匈奴贵族 刘渊 刘聪父子 成为他们霍乱中原的极先锋 石乐虽出身底层 但他在历次战争时 对士族和百姓并不手软 而是随手抢掠 肆意杀戮 因此被笔作和蝗虫一样的胡黄 他麾下结军对汉人民众的屠杀 特别以他侄子石虎为代表 更带有相当大的种族仇杀性质 石乐得势立国 称赵王赵帝后通过定品级给官职 得到了北方高门士族一定程度的合作 本质上是和他们勾结起来 利益共享 共同压迫 统治底层民族 不可否认 石乐从流寇化为作寇后 却是一定程度上收敛了早年暴行 表面上颇有些 求贤内贱 优待世人 劝克农丧 减足廉政的政绩 因此近代以来 一些无形文人以民族平等为名 行逆向民族主义之时 歌颂石乐是所谓杰出少民政治家 鼓吹他又如何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相信这种人做中国君主 竟会如何宽容汉人 善待百姓 至于在这所谓传奇过程中 死在石乐 及其帮凶屠刀下的千百万汉人百姓 在那些道貌黯然被眼里 大约只是不值一提的历史数字罢了 更有人片面歪曲使用阶级史官 将石乐这样得势之后 便和门阀世家 沆瀣一气的军阀 粉饰和拔高成 所谓奋起反抗世家高门的底层民众代言人 如此谬论 才是对真正底层反抗者的最大侮辱 荒天下之大谬 石乐建立的结兆政权 是一族乱华的建伟政权 东晋王朝毫无疑问 才是代表此时华夏的正统王朝 这本是一千多年各朝各代史家 一致认可的共识 本国政府如何腐朽 本族内战如何残酷 从来不是给一族侵略压迫者 暴行洗白的借口 一族侵略压迫者裹挟了多少 无契节的本民族仆从 亦不能改变其侵略集团本质 也是古往今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功力 汉语中英雄的原始定义 为才能勇武出众的人 聪明秀出 为之英 胆利过人 为之雄 有超出常人的能力的人 做出了重大之事 即可称为英雄 是以时乐白手起家 纵横南北 成就一方基业 也可算是英雄 但终究只是早已灭绝无影的 截人之英雄 与我后世华夏民族而言 他就只是个罪行累累的胡求 披着人皮的衣冠禽兽 理由很简单 其实一个说汉语用汉字 接受华夏民族历史观的人 不论其户口本 民族为何 血统又为何 精神上传续上都是 且仅仅是从夏商周秦汉进 至隋唐宋明的 华夏文明的成绩者 而绝不会是如截人一般 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的 古代民族的成绩者 一声抗轻 始至不渝的 明末思想大家王夫之 一真见邪指出 时乐君臣是欲道统 以教之妾 其装模作样的启明堂 辟庸 灵台之所谓汉化举度 不过是自欺欺人 更负欺天之举 而时乐子孙 连同整个杰族被灭绝 真是天不可欺 如是其赫赫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